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小白菜的情绪表现的是悲伤的 但是《山不转来水转》它给我们却是一种朦胧的 诗意的这么的感觉 老师我最近在听那个四川的名歌《摘葡萄》 然后我发现了以前的流行歌手陈如嘉的《护原之烈》 和这首歌貌似《不会有渊源》 有很深的渊源 对 好 你先给我们唱一下《摘葡萄》 那山美的夜 这三个楼 《护原之烈》一开口是怎么样啊 走过了一山夜 有一山路 你可以感觉到它把摘葡萄的旋律放宽了 对 就是几乎旋律上有变化吗 就是改变了节奏吧应该是 就是改变了节奏啊 对 我们它的音高旋律走向基本上都没有做变化 对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脉相传的 对 好 天赐喜欢听什么风格的曲目呢 老师我比较喜欢听 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一些歌曲 就比如说滕戈尔老师的《天堂》 还有《蒙古人》 我们在课堂里面也讲了 很多少数民族因素的歌也放给你们听了 那么滕戈尔老师的《天堂》和《蒙古人》 演示一首全部给我们听一下 有些什么样的风格 这就是蒙古人 这就是蒙古人的旋律律出来 我们感觉眼前有什么样的场景啊 《草原》 还有《蓝天》 还有什么 《骏马》 《羊群》 《羊群》和《骏马》 还有一望无际的这种自由的气息向我们扑面而来 我们通过学习民歌可以感受到民歌的元素对于我们当代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实我们只截取了我们国家民族音乐的非常非常小的一块元素 我们在很多流行歌曲里面其实还有我们民族契乐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在里面 比方说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台湾美朗师的《华音老腔一声喉》里面就是运用了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华音老腔》 《华音老腔》里面 《华音老腔》 《华音老腔》中的一种吧 《华音老腔》 大家还听过我们韩红老师在《我是歌手》里面演唱的《莫尼山》里面他还用了很多的民族乐器 是吧 像蒙古族的代表性的乐器 《马头琴》 在接下来的课里面我们恐怕还会更关注民族乐器和我们国家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我们当代青年们非常熟悉或者喜欢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的影响 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谢谢